字幕提供 來到節目的第三節 這一節我們就談談草地賽 免稅碰錦,跑了1800米 今屆這場賽事就沒有香港馬上陣了 全部都是歐洲馬或其他地方的馬 挺雲集各地的精英 不過所謂的精英 又不是最頂級的那些 好像總是差一點國有缺點 這場賽事挺雲巡的 如是如掌都是 不過都要修正一下 就是有三分之二隻香港馬駐馬 加半隻香港馬 對… 三分之二加二分之一 都會在這裡上陣 沒錯 三分之二分之一 如果計算就過一了 沒錯 這樣計算 但就不過一隻 不過怎樣也好 看看賽道形勢圖 究竟尾丹馬場的1800米草地賽 形勢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1800米 有點像我們香港的1600米 沙田的1600米 就是剛剛在鑽圓灣 退後一點的位置起步 所以不用到直路尾 香港到直路尾 他又不用 然後一個大直度 也挺長的走路 對於慢慢拿位 才回到最後直路 三個星期前 跑過蝦杯哈特錦標 但到底這次的水準 比蝦杯哈特錦標高多少呢 剛才朱仔你說過 香港人馬主有份 不如先說這些 海洋公園 國時盾冠軍 大家都知道 香港馬主擁有的 這次紐西蘭馬代表身分 來到尾丹馬場 老實說 1800米他贏過 目下錦標 他贏1800米是沒問題的 但你覺得這匹馬的跑法 對比尾丹馬場的跑道形勢 是否升不升 這次就是勝在甚麼 幸好有個七檔 就算你說 他未必那麼主動 也好 其實也可以選擇走開面 不會影響得太重要 而且我感覺上 一些未去過尾丹 亦是第一次去尾丹的馬 難免的 可能會急了一點也不升 我估計他會更前一點 奧紐馬就照計 場地就不需要擔心 不過因為上次我們 我們看過直播時的海洋公園 那場就輸了 真的嗎 對,當時… 這麼不適 或者剛巧那場就跑得很厲害 麥堅倫錦標 那時候已經攻了幾場 但休息了幾個月後 亦算是兩場熱身 挺輕鬆的 這次也算是萬全狀態來跑 希望可以跑出 去連贏幾學一級賽的水準 看看連馬斯韓麗善 對海洋公園的評價是怎樣 因為在紐西蘭復出後 其實開頭也不太順利 對海洋公園 我們不太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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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失敗了 但只看他 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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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 knows his way around here but the filly I think of Mike DeClox I think she's the big danger she won here over 1800 metres group won three weeks ago and she's won three in a row so a big advantage I think with the locals, they don't have to travel and I think she's the shot's eye He's proved to be pretty adaptable your boy in running,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 race, how would you like to see it unfold for you? Oh look, we'll leave that up to Johnny but I'll have a talk to him and hopefully he's watched a few of his races but if there's plenty I just like to see the horse just settle back and relax and it's such a long straight here if he just bides his time and rides impatiently if he can use that huge turn of foot that he's got in the last 250 metres we'll be looking to get at them on the line 韓麗善想就是這樣想 部署希望是這樣做 做不做得到,到現場才知道